我剛剛這樣都有了對不對 但是有一個浪漫的心 這很重要 忠哥是浪漫的人嗎 我算是還滿浪漫的人 你這麼小氣哪有浪漫 我會帶女朋友出國去玩的 那各付各的嗎 沒有 他付他的 我付我自己的 我已經告訴琪琪 其實要跟小忠交往很簡單 我不要吃你的 你不要吃我的 我們就各付各的 去哪裡就各付各的 如果你開心的話 你就偶爾請我一兩次 沒關係 應該 我跟你講 現在我已經 那個是年輕打拚的時候 辛苦 現在已經有一點存款了 對 現在都是我來處理了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如果說第一次約會 你會想帶琪媽去哪兒 第一次約會 你到底手多乾 你是不是很緊張 不要緊張 會碰掉 對啊 你 我覺得應該會帶那個 浩德露 沒有 帶那個琪媽 去吃米其林的餐廳 真的 真的 因為我知道 燈輝沒有這麼孝順 沒有 所以我要帶燈輝來孝順這個媽媽 你不能再叫她琪 你要叫她琪 琪 對 琪 小忠 琪小忠 小琪 現在該小琪 小琪 叫小琪了 小琪好了 她是琪琪 我叫小琪 小琪好 可是你一帶她去吃米其林餐廳 你就要帶一家子的人 還有黃燈輝 琪琪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喜歡一個人的話 就不要在乎她的家人 你看 她講的是說真的就不在乎了 對 就走開這樣子 她會坐隔壁 不在乎 就一起來 愛屋即屋 我覺得這會很重要 那你教女朋友做過 最浪漫的一件事是什麼 你覺得最浪漫的事情 我曾經就是 現在在想 有一次她生日的時候 我開了我的休旅車 然後我買了飾品 因為我的那個可以開天窗 我把那個飾品 放在我的休旅車的天窗上面 然後開時數20 然後我們開 開到 往陽明山的路上開 開到一半的時候 我把天窗打開 禮物從天而降 降到她的身上 把那個飾品送給她 你這完全就是瞎掰 真的 你這樣很危險 你看陽明山 那飾品不會掉嗎 明明就會掉 沒有 我是沒有 還沒上山之前 後面再有一束花送給她 說情人節快樂 從天而降 那她有痛 那個很開心嗎 她有砸到頭 然後我就說 你在幹嘛 兩次 砸到兩次 不是 那一天晚上兩次 沒有人問 女生 我跟你講 女生就是真的是 像有一次我也是去 女生她 那時候還沒有外送 她說她想要吃麥當勞 要吃熱的 然後我就去買 去外面買 然後我把麥當勞那個漢堡 那我就放到我的肚子裡面 保溫 保暖 好燙喔 回去之後再拿給她吃 還是溫熱的 聽起來超變態的 對啊 真的還是溫熱的 怎麼這樣 怎麼感覺是韓劇的劇情 不是 被發現了 沒有啦 真的啦 冷心去學 從發受不了了 誰叫你剛剛 要叫她自己去看當勞 對啊 那你也算是音樂人 你有曾經學過PONGO那樣有沒有 彈吉他 然後唱琴歌給 有 我還有曾經寫歌 給我的女朋友 對 分開的結果 他們分手的時候 分開的結果 我很痛 從此讓心不再自由 好聽耶 你怎麼唱不下去 好輕微 我看到 我看到她的臉是 捨不得分開 而且那歌是分開的 而且你剛剛遮會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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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